之前您和小福利还有所有的战友们 你们是出现在康州 就是Look Dispens的家门口 现在呢 他如果有一天在中央车站这里 又看到你们的时候 我把他吓死了 他围着中国人作恶 这么长时间帮着共产党压迫中国人 倒走美国人的钱 吃人饭不干人事的这方人 他们干了这么长时间 我们这点算什么呀 我们一定会成全他的 我们陪着他过了各个的节日 那天我们知道他的生日的话 我们还会给他送个蛋糕过去 一直到他能醒来为止 我们也希望他又早一天能醒 我们站了那么长时间 从他的表现就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 明明开着自己的车 车里没有人 戴着一个N95的口罩 戴着墨镜 从外面经过我们的时候 拐弯就跟赛车手一样 我们也多次在直播的时候 告诉他我们不咬你 我们也不吃你 我们不会打你 请你慢一点开车 你的街道里还有小孩在玩 不用像老鼠一样的鼠窜 我们是和平的 我们是正义的 我们是符合美国宪法做的事情 否则的话警察早会把我们赶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